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一本华人普遍的这种投资上面的务局 本人本事本钱 然后又要自己管 然后谈小便宜 然后这时候在房地产当中就很吃亏 那我这就先不多讲 然后呢 所以呢 事实上我们刚刚说一个专业团 所以一个好的不动产投资人来讲 他背后就是会有个团队帮他 好的房地产经济 好的这个贷款经济 好的银行家 好的律师 好的会计师帮他做这个全盘的规划跟分析 之后呢 给他一个建议 当然 人家不会做白工 就是说你要给他做的话 人家该赚的要帮他赚 你要给房地产经济赚 赚佣金嘛 你要给贷款经济赚他的那个手续费 律师你要给他律师费嘛 但是这些都是该花的钱 那很多国内来的客人还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呢 会跌跌撞撞的 但慢慢的 有些客人我们看到是比较前卫一点 跟在美国有说过留学 有一些恶旦 有一些概念 他们认为这个钱该花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重场之下 并有有财 财俱人善 财俱人俱 你如果愿意这样子 那个投资人愿意花这个钱的话 那你在投资爱店当中 你就利益不贵之 就有机会找到人家 人家就愿意帮你 介绍好的案子给你 为什么人家不介绍给别的老板 介绍给你这个老板 因为这个老板愿意跟这个团队合作 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有机会赚到 人家可以赚的 刚才我说 可以赚到那么多的钱 我们有个客人 2016年 2014年的时候 在别州买了一个物业 然后呢 那时候买的是570万 570万物业 一年之后 银行去做估价 你知道估价是多少吗 一年 整整刚好一年 1200万 570万到1200万 当时那个客人买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你要贷款 因为570万 我们可以帮你贷个六成 你只要放差不多四成到 250万进去就可以 228万 家说就要250万进去 客人说我钱多 他就570万现金进去 可是如果你放贷款进去的话 200多万进去的话 你到现在1200万 你不仅套现把钱带回来 你还要找 假设那个客人老板卖的话 他可能投资报主席就 翻好几倍 当那个老板可能是 还是有不便的概念 就觉得 欠钱面子挂不去 我不知道这个 这种概念要不要改一改 可是 这个大家就很可惜了 然后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还有个 这个我是给大家看 很重要 我们觉得现在美国的房地产投资 还有很大很大的机会 除了刚刚讲这个趋势之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机会是这张 这个是从1966年到2015年 一样又是一个50年的长期趋势组 他们做一个比例就是说 美国平均GDP放在房地产市场的比例 他有看上上下下跟那环境不一样 那我们拉一个长期趋势线 大概有5%以上 就是说GDP当中有5%是要投到房地产市场的 这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那大家看从07年08年之后 趴一升这个GDP掉了 掉很多 因为金融风暴 大家都从房地产市场撤资 的情况之下 最低点到2010年2011年的时候 到3%到3.5% 到现在2015年的时候 也差不多这个数据 那大家知道 我不要说是有一种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背离趋势的话 只早都会回去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这个背离趋势很明显 很明显嘛 这边会补起来 所以将近增加准备的速度 钱会流到房地产市场 这是很自然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现在 房地产市场这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在这几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张图 有一张图我们拿掉了 下次讲 你刚才无论讲 前面有一张图 现在stop在最高 对 下来是房地产 下来是住在房地产 对 还住在房地产 那现在这个 不是 这个跟他讲的你说 是有点是要住在房地产 再在下来 对啊 现在是说 这个图是带来讲什么 现在资金 资金进入房地产比例 还在整个美国经济团量中 算少数的 这些钱会补回来 补回来时间多久 没知道 但是现在房地产 因为有点像 我们第一反弹 已经高点了 有一些高点 但你会不会往上冲 有机会 但是冲的速度 不会那么快 你懂我意思吗 不会那么快 然后呢 我们现在客人看 比如说 钱开始会往二线的 二线的城市流 就是说 你会看到那些 比较偏远的地方的 补涨的速度会很快 对 所以我刚才提到 房地产 才提到 Servitima这一带 他们补涨的速度会很快 那会把这个钱吸过去 但是价格不会回到那么高点 比如说像平均 洛杉矶线是45万左右 你大概不会在网上 走到60万70万 很难 但是你说 其他地方会不会上来 不上会 那些钱会把这个地方吸收掉 但是那个价格就是在 对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对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我来看一下 就是说战略与高 来投资美国 杀利不动产的一个战略与高 大概有几个要素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 美国的经济实力 跟国家竞争力 仍维持领先 都要无可替代 当然很多人在 尤其是我们说的 爱 我们很爱国的话 会觉得美国是国力往下走的 很多人在网路上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声浪 可是呢 我刚刚说了 美国某种材料 他的 你看那奥运金牌 还有跟这些软实力 这东西是无法替代的 短期内 他不会被任何一个国家 很容易替代掉 那再加上我刚刚提到 他的能源的优势 所以造成美国 现在在经济实力 还有国家竞争力 是属于领先地位 那包括我刚刚提到说 国家制造业的竞争力 这个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这个报告 大家上网一查就有了 这个很有 看那张图 就很明确 所以呢 那但是呢 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 跟经济风险呢 会让这个美国 成为资金的避风港 就是我刚刚提到 欧洲国家 有难民问题 有恐怖空气的问题 然后像这个 亚洲地区的话 就是经济下滑的问题 所以很多资金 还是会往美国地方来 那 负利率代表什么 整个大环境 投资环境就是 低收益 高风险的时代来临 很简单 因为银行 那个一趴的利息 大家一趴的利息 就会开始去追逐 四趴五趴 你都觉得满意 所以为什么 apartment 三年五趴 都有人去偷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开始 我刚刚说会有热钱 就是低收益 因为高风险的时代来临 可是好处是什么 房地产相对的比较文件 所以会吸引 比较 所谓的 smart money的钱 开始会往房地产 那一旦 房地产这个钱多的话 包括贷款啊 很多 很多这种 program啊 都有利于 这个方面的 推货助来 那我刚刚提到说 因为 因为即使 就是因为有海外资金 流入的关系 所以现在你怎么会 可能年底之前 九月份 十一月份 迟早会升级 市场利率 不会快速上升 就整个房贷市场的 贷款率 不会高 那对于投资人来讲 就一个很大的好处 是什么 你就要 library 这个资金平均 然后呢 房地产还会往上涨 那我待会 发一张图 给各位记实一下 从今一来一往 差多少钱 然后呢 我们个人看就是说 所以美国基地基本面 会有助于 住宅市场开发 跟商业不动产的投资 这两个区块会 很有帮助 那 所以呢 如果你买土地 或买商业不动产 开发的话 那你其实 可以看通膨之外 然后你会受益低率环境 我会看通膨是怎么来的 这通膨因素 就是我刚刚说的 最低工资的因素 最低工资从10块半到15块 这个东西就是 所有的物价都跟着涨 那你要保值的话 你不可能放银床 放银床是 是最不安全 最危险的 民意上是最安全 事实上是伤害最大的 那你就要放在 相对比较保守 但股票也没有地方去 股票也没有太高 所以我会接口子的 就是开始分辨一些钱 往这个 房地产开发的方向走 因为那还可以赚很多钱 就是 获利空间会比较大 当然 如果你要保值的话 你挑学区房 然后 挑区 这些 还不错的优质 低区的话 但一定保值 一定没有问题 你刚才说 利息 或是联总会升息的话 对我们贷款 利息没影响吗 不是不会有影响 我说 从某种程度来讲 因为很简单 联总会升息 它是升短期利息 它是调什么 调那个 Federal Library 就是说它是调短期利息 它没有办法控制市场 它没有办法决定 三十年十年的公债利息 为什么 那是市场来决定的 所谓的利息 就是一个愿借 一个愿 一个要借 一个愿意给 那这些钱的金主是什么 我刚刚说的 就是这些保险公司的 基金的经理人 他们去买 那这些钱 不止只有美国的钱 还要海外的钱进来 所以如果它升息的话 你会影响到什么 会影响到你商业贷款的利息 因为商业贷款的利息 大部分是浮动的 他们是说prime加一加二 如果是一般商业活动 prime rate会往上走 prime rate没升息之前 最低是3.25 去年升了一档0.5 所以下面3.5 如果客人是 他的利息绑定 是跟着prime rate联动的话 他的利息就会变化 但是什么东西不会变 你的住宅贷款不会变 住宅贷款大家知道 现在利息是 过去两年来最低的水准吗 很少人知道 你们都知道 现在因为英国脱欧了 大家benefit 欧洲人挖挖叫 英国人挖挖叫 结果美国人笑呵呵 我们现在15年利息才2.75 我帮客人做2.75 15年的利息 然后30年利息 3.375 两年内没有看过这么低的 我们当 因为我自己是多贷款的 我两年前 我就是拿到这么低的利息 我那时候还觉得我从来 我可能这辈子不会再看到这么低的利息 15年2.75的利息多低啊 某种程度来讲 比蓬获不难低 为什么因为 你要税务上面的好处 这钱给美国政府借你免息的 扣掉这些税务策的好处 那时候有的不会发生 结果今年发生了 那这些为什么利息那么低 很准会还在升息 为什么利息会反而下降 就是因为 整个市场 钱都有到美国来 去买美国公债 去买美国这个 这个房地产包装的抵押债券 所以利息压低了 所以现在利息反而是最低的 所以我刚才说 即使它升息 市场贷款利息会大头上压 这是 这个是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 都知道 所以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跟 接下来我们 这个当我们讲我们的优势 这我就不再讲 我们刚刚提到最后一点 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人不知道 觉得 你在做房地产买卖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说 我去找银行 可是呢 很多人不知道 去找银行 应该是说 有时候反而会砸了你这个案子 很奇怪 然后说 怎么会砸我的案子 我们有一个客人是这样子 我们有一个客人 他其实 他集了 他找了十个投资人 然后呢 他看好了这个 korean town 一块地 他要去做这个公寓开发 然后呢 他们那时候买了地 买了满满满 地点还算不错 然后呢 也弄弄弄了 他们还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呢 要去做这个开发案 然后他们当早上我们之后呢 我们才知道说 他们已经找了大概七八家银行 没有一家银行 给他通过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地理还不错啊 为什么 到底还简单 因为他们这十几个投资人 没有一个在美国有房地产开发的经验 没有一个 全部都是有钱 大家几只要做房地产开发 然后呢 那找了一个美国的朋友 这个美国朋友呢 就是 是做这个 他们是做这个 有点像装修的 跟房地产 稍微有点关系 然后大家凑在一起做 结果他这个案子呢 找上我们的时候 已经是丢了七八个银行 七八个银行全部打 退票之后 再找上我们 我说 为什么找银行不见得是好处呢 因为这个 这案子的名声已经传开来了 Value上面大家叫做金融调机吗 比如这个户叫做 Value上面就是银行大盗 你找了七八家银行 每家银行都不见你 那你想 哪一家银行改借银行 哪一家银行说 哪个银行那么傻 就说 别不要了我来捡 那我在这个 我在这个条街上 都能够得下去吗 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是很微妙的地方 那为什么他们呢 他们的丢进去 银行没办法接受 是因为 他们不知道怎么包装 他就赤裸裸 银行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你要给我股东名单 我就给你股东名单 你要我跟这个案子的评估 我就全部都给你 那银行看 哇 所有的问题都有问题 所有情况都有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这是 这是为什么 所以后来 那个案子 花了我们很多的力气 我们后来真的帮他 做下来 结果 我们真的花了很多功夫 那时候做到 真的已经 客人都要签约了 结果后来 跳出一个陈小基 客人因为当时 找到我们的时候 已经没办法 我们不知道是 他第几个找到我们了 他之前又跟一个老外 请那老外帮他找 结果那老外知道 我们已经快谈下来之后 那老外跳出来说 对不起 我跟他签了一个独家协议 那客人听到下一条 说 我什么时候跟你签独家协议 他说你看 你的文件当中 其中一条 这边写exclusive 客人一看真的有 我们一看有 完全不敢碰 全部撤退 然后后来客人 本来我们可以给他 大概五点多的力气 我们找到一家银行 我们帮他弄 他后来去找哈马尼 他对客人要交代 那我的意思是说什么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你就是 我举个比例好了 就是说 国内很流行 相亲嘛 对不对 比如说 有时候四位年龄到的时候 就要介绍给对方 那这时候 如果你今天 假设你今天是 一个中间人 你要把这个男生 推销给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推销给这个男生的时候 你会直接就把这个女生的 素颜照直接PO上去 给这个男生看吗 你会把这个男生的素颜照 直接PO给女生看吗 不会对不对 如果你要这个 你要这两个 两边都看上你的话 你可能会先看一下 这个女的长得不好看 可是呢 人家可能是 长春腾的高材生 会计师 家里很贤惠 那你就不要先跟那女生 跟男生这边讲说 他不好看 你就跟他讲说 这个女生有才幼的 高材生 然后很贤惠又很孝顺 那对男生来讲呢 也许这个男生 又高又帅 可是呢 家里就没什么钱 你如果这样跟人家讲 女生就跑了嘛 因为中国一定要有房子 有房产证 才能嫁嘛 我听说是这样 我不知道 可是呢 你如果知道 这男的优势的话 你就直接 先把照片给他看 然后 这就是我们说的包装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在做贷款当中 很重要 你第一年一向 给银行看的时候 银行是这样 你东西一送进去 你没办法改了 因为这是费归的问题 他不会改 他也没办法改 改的话就要像 中国 台湾现在有个银行 我就被罚了18亿 这是一样的道理 他没办法改 所以很多东西 他觉得 就是说 你不该犯的错 你犯的错 但是他没办法跟你讲 他会跟你自己讲 跟我们讲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帮他带爱你进来 银行喜欢我们 因为我们很专业 我们知道这银行 他需要什么 哪些红线不能踩 哪些东西需要包装 如果今天 你的投资人当中 有一个外国人 对 那外国人 你知道现在很敏感的 很多银行是不借外国人 或者有EP5 投资人进来 这时候都要做个调整 调整之后 合理合法合情的 在银行当中看就没有什么问题 你外国人 你之后 让他再加进来就没有问题 贷款先拿到你外国人家 你们股份自己起立 那是你的压热事情 你为什么一开始给人家看 我刚才说 那个Korean town就是这样 他就有外国人进来 一开始就是给他看 而且外国人还出大钱 他出大的问题 那银行一个碰都不碰 那你这个东西可以改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know how 中间的一个know how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有时候跟客人讲 有时候你不要去拿最低的利息 最低的利息不见得对他 因为道理很简单 很多客人的想法就是 我要拿最低的利息 现在最低的利息外国人贷款 可能是 可能是HSBC的 大家知道如果外国人贷款 它最便宜的利息是HSBC的利息 可是你这次去找HSBC的利息 你会发现现在一定能做都不能做 为什么低不见得有好处 因为限制很多 而且还不一定能拿得到 所以叫最适代表就是最适合你 之后呢 如果你要低 然后我们可以再换 但是等于有条件可能 因为照我们的立场来讲 当中就是 我们不会赚客人利息前用 不是赢 我们一定帮客人 争取到最好的利息 但是呢 很重要就是你到底要什么 你要买下这个物件 你又要快 那我们有办法帮你 对不起 可是你 我们可以帮你找这种 不觉得过桥贷款 帮你先拿下来 不然的话你跟人家抢 你没有机会 在我家举一个实例 有一个客人 那客人我也是很伤到精力 今年三月来找我 是个医生 还是一个韩国人 长得很高又很帅 然后跟我约的时候 我们是约在一个咖啡音后面 那我 人家就是 一个经纪介绍给我说 这个客人需要帮忙 我说你要 你要干嘛 然后呢 他说 我要买房 他说好 你要买房 那我要怎么帮你 他说我要买一个 Auction的房子 Core Auction 就是一个Auction的房子 那你知道Auction的房子 有个问题是你要现金买 他说当天就要秀给 这个 Core这个资金证明 然后他给我那个地址 我上去看看 真的很不错 在Floet的房子 大概市价大概至少只250万 然后现在起标价是120万 客人想要170万飙下来 230万 250万的房子 我170万买下来 是不是很划算 超划算的 对不对 那客人手袋里面呢 他是个医生 您报税大概 五六十万 很有钱 可是呢 口袋里面 现在只有60万 也就是说 他算来算去 他就不够100万 那你知道吗 他去找所有的 没有个Lender借给他 怎么借 房子还不是你的Auction 马上三天就要过度 我怎么借给你 我们帮他搞定 我们帮他搞定 那现在还在等法院的 那个开庭的工资 那这个东西就很难 就是说 那当然人家愿意借你钱 又不是你让房子 当然收的利息会比较高 可是好处是什么 我帮他算一账 你拿了这个钱 假设人家收你 他们收下的成本 而且7% 6个月1% 7%的手续费 我说你1% 100万的1%才7万块 你加上去 你假设你买下来 也不过才177万的成本 你拿到一个人 市价至少230万的 值还是不值 值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适合跟不适合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管道的话 那他就眼睁睁看着这个机会 溜走 所以我说其实贷款是这样子 很多贷款的小诀窍 很多时候客人都不知道 我再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 很多人 你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有时候利息很低的情况之下 有很多细节的部分 是客人都知道 什么 比如他把你绑死 你在几年之内不可以存贷 那很多时候 客人当时在5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利息很低的时候 全部签下那种 所谓被绑死的合约 当时他觉得利息是最好的 可是人家赢他 最好的利息就是因为 他的后面有绑 所以说你不可离返 那你离返年子的话 你的罚金就很重 那可是他当时可能 他拿到的利息是6 现在的利息是4 他全部都不能放过来 就是一个空间 就是你怎么样找到一个最适合你去帮你做这个 那现在我们看利息是往上走的趋势的时候 我们就会帮客人做一个可以往上走的时候怎么样保护他的一个条款 那我再举个例子 就是商业当中很常见的贷款 所谓的我商业贷款没有所谓30年固定 没有所谓15年固定的 都是浮动5年到期或7年到期 华人市场当中 华人银行最常见的就是5年到期 那就刚刚遇到我刚刚所谓的问题 5年之后银行就会来看 你这房子管理的好不好 然后呢 要重新审查你的贷款 就是我们就不入payment 那这种时候 这种情况之下就很重要 如果客人管理不好 银行5年之后来抽银根的时候 你怎么办 这个东西都是一个know how 跟客人有没有经验 有些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安排的 我们给客人退出来 就是5加5的银行 5年给你固定的银行 5年之后 还自动5年生另外的银行 那这时候你就不会被绑住 因为10年一个周期嘛 即使搞不好你投资下来的时候 是往下走的时候 你不会被那个 被那个东西绑住 反正这个是厚化 太深的部分 所以我说我们具备专业的 代表知识可以帮助投资人 获取最大的获利机会 就在这里 那事实上呢 商业不动楼当中呢 比较常见 华人比较多的 现在你们比较可能遇到 大概是满这5类的 商业不动产 然后5类 第一个是办公楼 然后呢 零售商场 公寓楼 然后呢 或者是有一些叫industry 有办公楼又有加工业属性的仓储 工业建筑 大概是这5类 那满hotel的我们也做 当然这种客人比较特别 最好是在国内有经营hotel的经验 这个我们也做 但是一般来讲 你现在看到马上一楼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张图呢 我讲一下就是说 现金跟融资的差异在哪里 我举个例子 一个物业卖1000万 它净收益是7% 所以叫capital is 7% 比如说一年净收入 可以赚70万 这叫做 假设是这样一个案子 那客人选择一个贷款 跟不贷款 它的差别在哪里 如果说客人选择不贷款的话 它就是1000万现金去买 1000万现金买 当然它不需要付什么贷款手续费 立体费用都不需要付 都不需要付这个钱 然后呢 假设等到五年后 五年后 五年后 五年后这个物业呢 增值了五年后 增值了20% 五年增值20% 很正常的 假设它不要乱搞 这个物业是管理的还不错 假设这个物业增值20% 那这客人赚到多少钱呢 实际上它只有赚20% 很简单的数据 就只有赚20% 可是如果你今天贷款呢 贷款的情况是怎么样 如果同样的物业 1000万的物业 它也是Cabaret7 那我们帮它申请60%的贷款 银行运进来 那现在的利息大概 你看我这边写的利息大概是 4.5左右 4.5左右的话 那客人出的资金的投款比例 大概就是在411万左右 你就还要含一些手续费 费411万 同样的情况之下 五年之后 这个物业卖掉了 也是赚20% 就是1000万变到1200万 那客人赚多少钱呢 客人赚总回报率 63.71% 63.71%跟20%的几倍 三倍 三倍 我的资金回报率是增长的三倍 然后你还有银行帮你过滤 所有的案件 这个房子到底状况 有什么问题 才有什么问题 why not 要是只有傻子才不去贷款 然后对我来讲 只有傻子去 但是这个前提是 你要管好 你不要出卖掉之后 你这个没有增值20% 还负20% 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情况就不好 所以这个都其实要注意 那我刚刚提到说 其实很多人说去找银行 其实在商业贷款当中呢 银行在市场不掉3% 为什么 因为银行的银行法规太多 银行贷款条件太远 你看所有的银行当中 他都要你个人等马尔网来关系 你跟他 你看他不是开户的 他就跟 他就觉得你跟他不是同意挂 我这样只能这样 白话这样讲 你今天说 好 我今天要买一个商业楼 美国奶债银行最有名 我有18口 我就进去跟他申请 对不起 我有18口不理你 我只是因为你不是他客户 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 他会很客气的跟你讲 我们可以开始进行 实际上送进去的时候 这案子就被打回票 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不了解你 你不是他们的所谓的老客户 很多人 很多在银行当中有诀窍的 即使你是他的老客户 他也不做 为什么 所谓的老客户 我这边讲白一点 他的老客户是什么 是他们美国人认可的那一群 主义 不一定说主义 那一群客户 比如说我像讲的比较大的银行 C开头银行 C有两家 差不多 这两家银行的特性都差不多 大家可以猜 我不讲哪一家银行 我只跟你们讲 这两家银行 你一定要去找他 C银行很多 到处都是 这边是BOA 银行对面好像有两家 你去找他 我会跟你讲 第一 因为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知道 第一 他们不太做商业 商业融资 第二 他即使做商业贷款融资 他只做那种所谓的Fortune 500 那种很有名的 在美国是那种本地企业的那种新的移民 新的公司 这些东西 他们一概很难接受 对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内部的东西 因为什么 他们心里来说 不是我主要的客户 不是我的主要他 那你去找他浪费时间 浪费金钱 浪费 不要说浪费金钱 不一定会 不一定钱可能会花 时间上你就浪费掉了 你很多东西都浪费掉了 你如果要买一个好的物业 因为跟他低的时候 你这物业可能都买不下来 那我刚才讲说 银行在一部分 他往来关系跟个人担保 那他的贷款肯定就是三到五元 然后呢 有十年 那很少 那他都会是浮动的利息 那在这市场当中 他还有保险公司的钱 可以借给你 如果你要买一千万以上的 我们有管道 就需要贷款一千万 他们只做一千万以上 保险公司的好处是什么 他可以lock比较长的时间 五到二十年都可以 然后特定管道 他跟保险公司的关系 然后他有一种是 直接到华尔街上面去 发行债券 那这种好处是什么 他只要产权设定而已 他不需要一个个人担保 很多时候 你知道三个 三个房地产投资 很少一个人独立买下来的 大部分都是 大家凑点钱 我刚刚说的 像我刚刚说的 很多时候是一些医生 看到一个东西 大家几支 一个人出一百万 大家出了五百万 下去买那个固域 可是这时候 如果说 银行看来说 对不起 你每个人都要给我 千个人担保 我跟你讲 这个局马上就破了 很多意思是说 我套一百万出来 我放了 可是你要去签 guarantee 对不起 我要干 这个很常见的 你知道吗 可是银行 对不起 你要跟银行借钱 银行就是要你做 personal guarantee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不找银行 就是在这里 因为商业 投资本来就有风险 没有人希望 因为商业不动 商业不动产的投资 算可以赚到钱 但是这个东西 影响到他个人的资产 那这部分来讲 就是银行贷款 他们都一个很不利的因素在这里 他就要你个人担保 那中间万一 你换过会出现什么问题 所有人都会被牵入 那我们中间 当然还有其他的管道 我就不用拨 所以呢 好 我刚刚说 就是说整个商业不断 投融资当中 投资当中呢 当我刚刚说的 融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腿 那在这条腿当中呢 你就要 刚刚我们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会根据你要投的 不同的方向 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分析 帮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 投资的一个商机 那你需要 大家都知道 这是白话 就是你需要一些专业人士 帮你去做一个规划 包括税务啊 商业进行调查这部分 你需要一些规划 所以如果你们有心要 往商业不动产方向走的话 那你一定要想 早点建立这样的团队 在你周围 大家一起合作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 各家分工吧 地产经纪就赚地产经纪的东西 代款经纪 我们就赚代款的手续费 然后呢 律师就赚律师的钱 会计就赚会计的钱 但是你把那个team搞好之后 你对客人才有价值 不然的话一个人 很难搞定这样大的案子 然后呢 你要挖掘这cap rate后面的秘密 很多人买 商业不动产 就直接看cap rate cap rate好不好 cap rate好 cap rate高的话 他觉得这个物业投资潜力大 错了 完全叉叉 这个我跟客人讲 绝对不要这样看 就是说cap rate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今天用现金去买这个房子 我所得到的全部 就是我得到的资本回报率 我刚刚比如说 那一千万的房子 我用一千万去买 我可以每年赚 净收入七十万 那就是百分之七的cap rate 那这项市场 在加州来讲 大概都没有到七 大概六五 都已经算不错了 七的话 最近是非常好 所以很多客人 看物业的时候 第一印象就是 我要看cap rate好不好 他觉得cap rate好 可是cap rate有可能是 人为做出来的 有可能是人为做出来 这cap rate不一定好 而且cap rate低的也不见得不好 你要看他出租率怎么样 如果今天他跟你讲 cap rate 这样说 如果今天一个物业cap rate低 你某种人员觉得说 他的回收不好 但是他像出租率九百分之六十 这时候你买不买 如果地铁很高 我会得建议买 为什么 你要百分之四十的空间 你可以把它收入 带上去 所以这个东西 要仔细看后面的东西 外国的客户 一定要趁早规划 我有经济就是 很早就来跟我讲 比如说他客人坐完月子 可能打算在美国买套房 现在再看 我说你先买找我 我先帮你跟你讲 什么什么步骤 你跟客人讲 然后他规划好 因为资金 来美的资金证明 且要到位 这部分要先规划好 你这样代表会做得比较顺 然后呢 那就是不同的案子 有不同的story 如果这个客人是到美国来 只是来玩玩 资助旅行 玩一玩之后 突然想买房子 可能他又没办法 在美国待两个月 像下个两个十天后 就要回去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可以在十天之内 就close他这个地位 我们也有方法 也有办法 十天之内 就马上close 政治资金证明 不一定要在美国 都可以 这我们都有办法帮他 所以要税适合他的是什么 然后长期利率跟负数 会同步升高 如果正确固定利率 跟台湾俱合 就是我们帮 做这个台湾俱俏 所以好 那我今天大概就是讲到这里 不要 谢谢各位 然后 对刚好时间也差不多 你有什么问题 什么能够过五分钟 我想问一下 对 我这个房子卖完了 在买价格的时候 是期间就能够 谢谢 如果你说1031的话 是45天 identify 是下一东西 你要你要 你要找第一个 你要先找一个 帮你专门做1031交换的 公司 有专门这样的公司 你要跟他讲 然后呢 在法规上规定是45天之内 你要找到 找到不是要完成买卖 要找到 identify说 我去看到那栋房子 而且我们进S口 45天 一半月 然后一本 一本八十天之内完成过步 那你这个 钱的转移就可以 就可以符合1031的法规 就不用被 这个的 但是你要找那个 专门做1031交换 防控制的这个 控制 一般还是不行 那如果买个房子 如果有首期的话 不够就有 小领域是可以 拖延下下 呃 首期管 我们现在最低的 我们只要5%就可以了 5%就可以了 而且还不是FHA 我们不建议 个人走FHA 虽然是 这是政府鼓励的 就是说 首期最低期FHA 可以3.5% 但是它有 加什么 保险费 手机 事实上 做到5% 只要5% 投完就可以了 如果是美国 在美国有工作 有身份的人的话 5% 那我们走的是 这个PMI 甚至那个保险费 两年就可以拿掉了 那个是最划算的 甚至我可以把你 把你把这个PMI 放在你的贷款力气钱 当中 你也不需要 另外一个出这个钱 都可以 5%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呃 可以考虑 进场吧 5% 不多吧 你100万的话 我才放5万块 50万 我才放2万 那你有查收入多少 不查收入的话 大概现在最低是三成多块 三成 至少要准备三成 三成是吧 三成是吧 三成是 30% 30% 对 30%是更低的 三成金借还是更低的 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要自己准备 30%的多块 70% 找我们借 我们这边后面 有个人要借给你 哦 那 多个兵力 那个 最低的话 如果是不查收入 15年了 对 没有15年的 那有30年 也没有30年了 那几年 不查收入都是 3年5年之间固定的 然后之后你就是 你在35年之后 就把它还了 它有一个期间限制 你们一般 一般人认为说 15年30年 这些都是查收入的 因为它这个钱要 变成这个 美国债券卖到市场上了 这所谓的 非力妹 非力妹的托轨 不查收入的没有 你那也有啊 不查收入是5年 你是国泰的那个啊 嗯 那个那个 那个是另外的 story 那个看得到不一定拿得到 哈哈哈 放这么一份吧 啊 放这么一份 里面我再发门口 对了 你那个利息生的话 每人出生也会跟着上 啊 利息生每人要跟着走 跟着上 对 因为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道理很简单 利息生比如说 我先有利息人 我放在日本当中 日本要收我手续费 放到 放到美国 美国还付我利息 所以美国利息生所有钱 都会到美国来的 就由于以前都是这样的 就是 所以只要美国升息 美元就会走高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就是说 对所以有些 如果你有些移动资金啊 搬到美国来会比较好 那请问一下那个利息 比如说你之前的利息是 三点三点半号的 那个比方 那如果是他升息了之后 那你们银行货币条呢 喂 就看你当时做的是什么货币 3.875的话 可能是你如果你拿到一个 30年固定的话 就是30年就落个住 就不变了 那但是你3.875 现在应该可以换 如果可以 是应该换到3.375 因为你升到0.5 很多人不知道 到时候有机会 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下 贷款里面有一些数字的 很好玩 我帮了一个客人 我一个老客人 他大概两年之内 我帮他做了3次贷款 不是我故意要帮他做 是他自己回来照我做的 可是两年之内做了4次贷款 我帮他省了20万的利息钱 4次下 我帮他算过 他整整省了20万 很简单 很简单 因为他从 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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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收入蛮高 从 那时候利息比较高 后来呢 降到high balance 就是利息比较低的低档 然后再从30年换到15年 大家一算下来 整个利息就蛇满的够钱 大家很多人不知道 30年跟15年 我只给各位讲一个概念 其他最常见的 就是30年固定贷款利息 其他假设最好利息是3.375 跟15年比 那如果你是将来打算继续买房子的话 我会要你 stick 30年的利息 为什么 因为你的 因为你的 你可以借的钱 会 我们叫做borrowing power 会比较多 因为你如果换成15年的话 你能够借的钱 将来要买房子 要借的钱就会相对比较少 可是呢 如果你没有打算说 要买很多房子 你只是想 华人普遍的情况 就是说我想把贷款 越早贷金越好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 从30年换成15年 效果差在哪里呢 如果你做30年贷款的话 你一直按照他的payment付 付到第15年完之后 我问大家 你知道你本金还称多少吗 还这样不算 不到一半 超过 远远超过一半 我跟你讲 称多少 在电上好像一半 我30年付了15年 我的本金应该付了一半 没有 还是贷款了那么多 80% 分了15年之后 你的本金只少了20% 一直交利息了 对啊 你还有80%的本金还没有动到 只花了百分 可是15年的贷款 你15年之后就还清了 差很多 那你会选另外一种方式吗 不是那种前面光复利息的那种 现在没有啊很少啊 所以说确认是only 现在法会上不足 都是这样的 现在都是本金加利息 确认是only的 基本上是没有 如果你要选那种话 那是属于 是你老 每个月定期还 每个月定期还 就是还这么多本金 这么多利息了 是不是要这么多本金 这么多利息 对 就是这么多 现在的贷款就算了 就每个月 比如说假设40万贷款 像算下来的话 每个月大概是1000 40万的话 像差不多是1600 1700左右 就是本金跟利息固定的 就是你一个月都付1600 然后本金的一开始的 本金的利息大概是在20% 利息到80% 如果你要30%就算了 就是你交的钱 1600块当中 80%都是付利息 我的意思 有没有那种 就是我每个月还个贷款 我的本金是占 比如说70% 利息占30% 我每个月都以这样的比例还 没有这样的贷款 没有没有这样的贷款 还是美国是叫做 叫做 叫做 他们叫做 Fly Payment 就是因为美国人比较费一点 他不会给你算 他就算一个月就是1600 你就每个月一块叫1600 但是他里面自己会调 本金多少利息 那如果你像多付一点本金 那你就自己多付一张支票给他 说我要多付多少本金 我要提前还 但是车和这个房子的贷款是不一样的 车跟房子 他不是这样的 车跟房子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如果是 车不是前面光换利息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房子就是这样 车子 但是美国的车子 如果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车子是本金跟利息一起 对 房子没有 房子也是啊 本金跟利息一起 我是说这种比例关系啊 比例关系是 不是说没有吗 刚才都说 没有了 比例是会变的 比例是会变的 1031是什么意思 1031 它是法案的那个 一言 所以 条例 所以大家应用这个 他说请Michael再跟你请示一下 那你那边有仇贷吗 有啊 我们做仇贷 那国内的可以吗 可以你那里那里 国内的可以啊 国内的做贷 国贷的可以啊 你说要申请国贷的啊 不是 他很想要 他要出国贷的照片给他 可以 反正到时候你拿我名片 然后我们 微信上面或者电话上面联络 我了解你的情况 我帮你看看 怎样对你照 我不是每个案子都做的 有些客人来找我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有个客人来找我 他当时的力气是3.5 15年代的力气是3.5 我跟我说 很好 对 他在找我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做到2.875 2.75 我跟他讲说不要换 为什么 我帮他算一个账 你换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对于重贷有个误区 你们如果有听过 有人会计是那种 要差0.5才能做 要差1才能做 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你刚 有时候差0.5都值得做 这跟你很简单的道理 我讲一个重贷的一个概念 现在如果我申请一个贷款 大家知道说30年贷款 是不是说一开始都在还利息 然后后面才开始还本金 对不对 那有时候你已经付了5年 剩下25年 那你这时候再去做一个30年贷款 到底是划算还是不划算 划算 划算 不划算 不划算 错了划算 划算 所以这都是误区 有机会再跟刘范范讲 这个可能也有机会 就是要跟他讲一个数学课 为什么到底很简单 你要看他的利息差多少 很简单 我就算一个账 我的概念就这样 你现在从现在这个时点看 到25年之后还金 对不对 你要算 比如说我现在还称银行40万 那我要算到25年之内 我通通要还银行的利息是多少 假设算起来是28万 因为有个利息钱 那我现在换一个30年贷款 可是这个30年我还是从40万开始跟银行重贷 可是这个30年之内 我怀疑银行的钱可能降到25万的时候 这个贷款其实是该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会帮客人算个账 如果你按照你现在 其实最简单的概念就是说 你换完重新贷款之后 如果你还是按照原来没还贷款之前的payment去付的话 你新的贷款可会把你缩减那个时间 比原来的25年还要低 如果比25年还要低 22年 那这个贷款就值得做 一个概念 懂我意思吗 假设我今天没换贷款之前 像刚刚先生说 假设我现在一个月是付1600 那我现在换了贷款之后 我还是用1600去付 虽然我 可是我这样 对 可是我现在的 我的时间点 我原来是25年完成 我现在20年就完成了 这个贷款就是值得做 就这么简单 就数字上就是这样 那要是我每个月我 比如说我多付 比如说我每个月我现在贷款是3000块 然后呢 我再再多付1000 那你这样子 比如说多付1000 我没跟他说 我就这样子 从银行转账转 我就多付1000 他这等于说我是付分什么 对对对 那这样子我会缩短 会缩短 他这样这样是是好还是不好 啊 还这么好的问题 我们利息 这个好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 好还是不好 就去决于你有没有其他投资机会 如果你就多付1000块 我这1000块可以买另外一栋房 付了个房贷 我会觉得我另外一栋房的投资机会 买了你这个 还贷吧 然后很多华人就选择多的钱 我就拿去付房贷 不见得好 我有一个客人就是这样 他老外 他娶了一个中国人的太太 刚卖掉房子 可以要40万的钱 他他们签银行 接下来签 又70万 他想把40万拿去 他们收入很高 我说你这样做 觉得一点益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抵税啊 这么简单吗 没有东西可以抵税啊 美国他们收入很高 美国现在最高的收入税 加州是50% 如果你夫妻俩 收入超过35万的话 很多部分你可以抵税是什么 房地产税 房屋贷款 利息 然后当然如果你有小孩的话 有一些抚养的钱可以抵 如果你房子都付清的话 对不起 你这个东西是没有的 你不能拿来抵税的 你40万拿去把你房贷付清了之后 你房贷利息不能抵税的时候 你的税率会变高 然后呢 你没有任何好处 而且他的利息原来才3点多 4点多 我觉得你不make sense 我40万去买 买一个2unit的 什么算的 当他真的要看客人 或者他觉得买房地产麻烦的话 我就说他去找其他的这种 百分之五百分之六的固定收益的人 在美国市场上很骗 那其他不同 所以说 这要考虑整全盘的东西 那你的东西 我知道 我们有公司会帮客人算 每个月你多付多少钱 你这贷款会变成 多久就可以还钱 我们都可以帮 我们都帮客人做分析 所以 这样会比较好 我帮你算一个账 对你会比较好 这个分析 只要有付赔吗 好 不需要 只要你是我客户 没有 不是客户 我们不需要 因为我们做这个 好 那就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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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谢谢 谢谢 谢谢